5月28日下午,乐视影业CEO张钊宣布张艺谋成为乐视影业签约导演,并担任公司艺术总监 久未在工作面前露面的张艺谋当天亮相后,现场媒体和嘉宾响起掌声 张艺谋拿过话筒后,神情很轻松,显得心情非常不错,并发表了简短演讲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与乐视影业正式签约 标志着我从此结束了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 开始了与专业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的合作 我希望这种新模式能带给我更大的创作空间 更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更强大的创作支持 我将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和你们一起 为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观众 共同创作出有梦想,有情怀,有内涵的好作品 张艺谋在简短亮相后随即离开,并未接受媒体采访 乐视影业张钊接受采访时表示 与张艺谋的接下时间很短,并否认承诺给张艺谋股票分红 而谈及老东家光线影业最近一年来取得的成绩 及老总王长田的抠门传闻 张钊表示光线的文化就是简朴,这是其核心竞争力 光线传媒有着它非常独特的,有讲述的文化 就是简朴 对吧,这种简朴,你们不要笑,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很重要 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一种文化 这是核心印证力 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天跟我之间的一盘饺子的故事 是吧,那个力量很大 今天光线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一个,当然是地面系统和十几年以来 他们布局的传统媒体的力量这样一个整合 对吧,当然 今年的业绩好 不等于以后怎么样 但是至少这是很多年以来 制度的骆驼式的商业模式 这样的一个到达的这样一个高度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长旅报道